欸 這組合很搭 因為它的檸檬塔不是很甜 感覺好像是兩個靈魂交錯的人 又再一次相遇在一起了 歡迎收看演算法的狗 我是Daisy 春天到了 就是那樣美酒的季節 說到喝酒 像我每天下班 就是想要給他來個喝一杯 但是 我卻只是個酒空妹啊 我只懂得喝酒 但卻不懂酒 連吃個下酒菜要吃什麼 我都不知道欸 所以我就想啊 如果我們能在便利商店 就能買到適合配美酒的甜點 那不就很爽嗎 M姐和我 我們倆要好好爽爽 但在這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先有酒 所以我們先來釀美酒 製作過程 他說要平日 要青梅 青梅 來個福特加 福特加 我先自己喝一杯下掉 欸 要睡多久啦 幹嘛 看你都已經看到拍一半了 還有喔 我廢了一杯就倒是怎樣 可是那個福特加真的很暈啊 我剛剛夾到哪 喔 冰糖喔 喔 冰糖冰糖 給我冰糖 冰糖 給我妹子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欸欸欸 再來加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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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怎麼都要等多久 三個月 蛤 三個月 欸欸 至少三個月 好喔 三個月之後我們再來喝 你們真的以為三個月過去了嗎 拜託 誰等得下去啊 還好有我們的乾爹 艾憂酒藏 幫我們準備的這一支 寫成美酒 這樣不會太洗啊 不管啊不管啊 我告訴你們這支酒有多厲害 艾圓寫成美酒 聽說 比日本製的壓縮雞還稀少 因為需要特殊的氣候與風土條件 栽重不易 每年產量極少 寫成美酒 不僅為日本艾圓縣當地 限定的伴手禮 更在2021年3月 獲得台灣長榮航空認可 為艾圓包機航班之 機上的限定酒款 拜託 一瓶酒怎麼夠我這個幾乎空沒啊喝呢 我當然還要再追加一瓶 美智子皇后清酒啊 欸我跟你講 這支酒 真的厲害咯 美智子皇后清酒 東京農業大學在平成最後一年 挑選了七間從東農大畢業 並使用了英國贈送給當時的平成太子妃 美智子的薔薇 分離出來的薔薇花酵母 在2019年的日本清酒圈造成一股轟動 當時七間酒造中 唯一由台灣人全數收購的即為這款 石槌純米飲釀 美智子皇后 讓七龍珠中唯一一顆流落在台灣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 下去樓下的便利商店買甜點吧 GO 有沒有看到桌上這些 這都是我們在Seven和全家買得到的甜點呢 那我們就看看哪一種甜點 配上我們今天的這兩支酒會好喝吧 但是呢在吃甜點之前 要看一支酒好不好喝 首先就是要先喝它的原味 我們先來喝這一支 血塵梅酒 你一口喝下去會有很多層次在當中 很怕那種酒精味太濃的 這種完全不會讓你有喝酒精的感覺 這種就是讓你好好享受 在橙子的味道裡面 還有那個梅子的味道裡面 第一個甜點呢 就是我們在Seven才買得到的 Coast Down的牛奶冰淇淋銅鑼燒 來看看它到底搭不搭配這個美酒呢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搭 為什麼 因為這個超級甜 喝這種甜的 你不能喝再次甜的東西 這個已經完全強調美酒的味道 還是這支酒好喝 因為我怕這個公平性的問題 所以我一定要先竖個口 再來吃下一個甜點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全家獨家的法式檸檬塔 搭配我們的美酒 會不會好喝呢 一口檸檬塔 再一口我們美酒 這組合很搭 因為它的檸檬塔不是很甜 感覺好像是兩個靈魂交錯的人 又再一次相遇在一起了 你們這樣女生就是有時候吃甜點 不喜歡吃太膩的東西 這時候就來一口酒 比你配什麼伯爵茶還好多了 你在吃什麼 我在吃法式檸檬塔 看起來很好吃 你喝酒 喝酒怎麼少得了你們兩個 來來來 請坐請坐 這一支美智子皇后清酒 告訴你們 因為她是日本的天皇的老婆 她很喜歡喝這一支的酒 要不要來試試看 要 很香 很香 跟傳統的那種金酒不太一樣 比較濃郁一點點 而且有那種比較花香的味道 再喝一口 我覺得甜甜的耶 不是什麼 然後不是酒精味 就是甜 就是想再喝一口 再喝一口 女生會愛得清酒 本身來試試看前面的甜點 到底適不適合我們今天的美智子皇后呢 現在是小美冰婷 我來吃吃看 好 更甜了耶 這個會讓人家一下想喝完耶 真的假的 我覺得很搭 吃的是抹茶 拌收起司塔 嗯 欸很搭耶 就覺得茶味跟清酒味 其實是尬了起來的 其實原本單吃這個 確實它的時候會覺得 嗯 在嘴巴有點乾乾的 所以再搭配清酒 這樣整個比較好入口 因為我要給你們喝美酒 所以你們先用這個 擺開水束束口 欸我 我很喜歡這個耶 真的假的 這是我最愛目前 不知道是因為可能杯口比較大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會 它的香氣是整個沖鼻的 是有水果很香很香的味道 然後這樣你喝進去的時候 鼻子跟口茶裡面 都充斥著它甜甜的香氣味 然後入喉的時候覺得 嗯 等一下 這是酒嗎 這是酒 我覺得很像飲料耶 沒有酒味耶 完全沒有 其實我也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就像飲料 嗯 這個我覺得比較好耶 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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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們現在換了另一道甜點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甜點 究竟跟我們的清酒比較搭 還是美酒比較搭 還是兩個都不搭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珍妮佛的伯爵紅茶 可以 其實它這個比較淡 搭配了這個酒 把它提煉出來 還有更清香的感覺 沒有配這個美酒 其實我覺得可以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配蛋糕反好吃 其實是因為蛋糕的配有時候 你會想要配氣泡的 從我氣泡飲料 然後其實也很搭 對 這個我還是要再喝一口 因為太好了 我們來喝我們的肉桂捲 味道有一點 強烈 本來肉桂捲它就是個比較香的 搭配一個就是清酒 雖然說它蛋很好喝 就很衝突 在嘴巴會打架 那我們一口肉桂捲 一口美酒 看你 真的很讚耶 就說什麼都搭 這個寫成真的是女生很愛 對 你直接幹半天了 我等一下就慢慢在旁邊講這個 愛情渣男 什麼的這樣子 太可愛了啦 真是的 來來來 好了 那我剛剛我兩個閨蜜呢 他們現在又回去上班啦 那我就自己呢 把剩下的甜點給吃完 我們先從這個 巧克力波士頓蛋糕 這兩個是搭的耶 通常你吃甜的蛋糕 你就是想要配一杯無糖的茶 這完全可以代替無糖的茶 完全不會搶掉蛋糕的風味 這個可以耶 我第一次發現甜的配甜的是這麼好吃耶 它的甜不是說很甜 這兩個甜完全不衝突 這個給過 接下來換我們全家的 獨家 阿開模式的這個 牛奶巧克力風味的法蘭酥 他們兩個是好吃的耶 它外面這個餅皮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然後你再搭配上這個 一口下去是完全是它餅皮味道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美酒的味道 所以這兩個味道完全不會搶掉 中間的這個夾心餅乾的感覺 我剛剛的邏輯是正確的嗎 那我們來吃這個法蘭酥 配上我們的清酒 不行 這個餅皮的味道就已經太香了 那它這個梅智子皇后清酒 它是玫瑰花香 所以兩個香味碰在一起 它們兩個完全不搭 你的口中就會多了很多那種 很奇怪的味道出現 好的 今天吃了這麼多甜點啊 我真的是覺得我三酸甘油脂已經過高了 等一下真的是會得糖尿病啦 但今天這兩支酒呢 我真的都覺得很特別 尤其是我的閨蜜們 她們都超愛的好嗎 而且台灣只有在愛幽酒廠才買得到喔 這兩支酒搭配甜點最搭的是哪一個呢 巧克力波士頓 因為真的讓我很驚豔 它的甜啊 跟這個寫成美酒的甜 居然沒有強碰在一起 但是它的甜 卻又可以提升出 我們美智子皇后清酒的這個香味 這個甜點搭配這兩支酒都很搭 真的一定要把這兩支酒買起來 能搭配甜點的酒真的不多了 好不好 我已經幫你們試過囉 女生如果你很愛吃甜點的話 一定要買這兩支酒來配 如果男生你要追女生 一定要懂得先抓住女生的胃 你一定要知道女生愛喝什麼酒 不然他才不要給你喝酒呢 所以這兩支酒不管男生女生都要去買起來喔 如果要買酒的各位 可以上愛幽酒廠的官網上面去看喔 那我們會把連結放在我們資訊欄當中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這兩支酒都很好喝 買起來買起來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